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第一次提及胜利 此前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反腐成胶着状态 后又称发展到压倒性态势等 中共在2012年底18大后 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领导层 连续对多名高层领导军队将领等进行查处 范围之广被认为在中共历史上十分罕见 其中对曾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的判刑 还打破了所谓行不上常委的先例 政治观察人士批评说 习近平的反腐往往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工具 近年初的中纪委二中全会在公报表示 将严查六类人 其中前一二类都是政治上不忠诚的官员 此外批评人士称 中国的反腐实际上是一套法外秘密拘押 和刑讯逼供来打击党内政敌的黑规矩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曾在一份报告中敦促中国政府 立即废除强迫贪污嫌疑人认罪的双规秘密拘押制度 称双规的中共党内制度 毫无国内法律依据 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反腐败运动的关键要素 报告说 中纪委主管的双规制度 以全党八千八百万党员为实施对象 新华社的报道说 在十八大至十九大的五年间 中国共察出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 及其他中管干部四百四十人 处分厅局级干部八千九百余人 县处级干部六万三千人 但南华早报星期五的一篇报道说 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 从所谓的老虎到苍蝇 有多达一百三十万党政官员遭殃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连续两天刊文说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但没有具体说明压倒性胜利意味着什么 仅称这是党中央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重大判断 和新信号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庄德水在接受南华早报时说 压倒性胜利不是最后胜利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 朱江南也对南华早报说 这一提法意味着运动式的反腐已经基本结束 他说当局今后将更多依靠国家监察委的制度性反腐 来维持以前取得的反腐结果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 现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各种乱象以及贸易战已经成为中共最头痛的问题了 他对南华早报说 新的作词有一个很关键的区别 以前反腐是中共的头等大事 现在不是了 在另一方面 中国中纪委的中国纪检监察报 星期五也说 中国将再接再厉 并称反腐败斗争形式 依然严峻复杂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东美加华为事件让习近平下不了台吗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15日 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报道 华为孟晚舟事件持续发酵 一些中国观察人士担心 美国出手华为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案件 但却被中国官媒政治化导致民间反美情绪高涨 而反美情绪上升又可能伤害中国国内支持改革和亲西方的力量 并阻碍美中达成贸易协定 孟晚舟事件是否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 改变中国民众尤其是传统上比较亲美的精英阶层 对美国的态度 反美情绪的高涨是否会伤害中国的改革力量 今天参加讨论的嘉宾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和政论作家陈破空 夏明说在华为问题上中西方的看法不同 华为是一个奇特的公司 它地位模糊 不是国营企业 却与政府同呼吸 它是一个巨无霸名企 却又没有公开上市 它的各种文件 我们无法从任何公开渠道清晰看到 可以说 华为是21世纪中共党国的地下兵工厂 为党国效力 在国内外 针对中国国民和西方国家 布下当今网络站的天罗地网 中国百姓并不了解 自己处于华为的监控中 在海外 它也致力于渗透和攻击西方文明 华为的技术成就 也被夸大 其实其专利申请率 在行业中占10% 它虽然是一个有成就的公司 但是技术含量有限 美国如果要把它驱赶出行业竞争 也可以一见封喉 这件事 很多中国人情绪激动 是把自己也当成赵家人 但是当政府说 大家都是孟晚舟的时候 有人梦醒认识到 自己根本没有孟晚舟那样的地位 海外资产和多本护照 夏明说 孟晚舟目前处于引渡程序中 还未被判罪 如果她最终被引渡来美 而且被判罪 美国总统可以把它与华为切割 而华为会认错认罚 美国方面 仍然可以对她个人 予以人道对待 国人对中兴和华为的反应 截然不同 因为中兴公司没有一张脸 而孟晚舟则成为了华为的那张脸 经过粉饰和炒作之后 这张脸变得十分动人 夏明认为 中国政府对加拿大公民动了手 也可能对美国公民动手 所以美企已经在警告员工 不要随意进入中国 目前为止 中国对加拿大开刀 是想阻止引渡 事实上 中国政府也可以使用引渡法 根据优先管辖权 通过加拿大 把孟晚舟引渡回中国 相比之下 今年早些时候 一名江苏国安官员 被从比利时引渡到美国 中国方面并没有强烈反应 可见 本次孟晚舟事件 中国反应强烈 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 寡头和权势精英对中国的绑架 恒和说 中国强大的反美浪潮 我认为 官媒诱导是主要因素 这也是中共治国的常规做法 此外 中国政府独裁治国 行政管制司法 让人以为西方也是党大于法 无法想象司法独立 只能把国家阴谋论 当作招牌高高举起 事实上 白宫直接操弄此事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国人的反应是 官方舆论诱导 和政府长期洗脑 和教育宣传的结果 华为最早出名于山寨司科产品 最初中共请进司科 华为立刻模仿其路由器 并逐渐把司科的项目 夺走也把它踢走 那时 华为路由器 完全照搬司科产品 甚至连产品序号都没有改 现在 华为则是用产品广泛监控海内外 其监控网络 甚至延伸到了非盟总部 每天往中国发送资料和情报 华为把其信息封锁和防火墙 带往全球 蚕食各个角落的互联网安全 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不同 国企中兴 民企华为 两者给民众的观感 截然不同 中兴被制裁的是公司 华为现在落在一个人头 因此后者容易引发同情心 中兴事件国内没有炒作 华为则是被各方面大输特输 中兴基本没有民用产品 华为的手机遍布大街小巷 此外 中兴是违反转运禁令 受到美方行政处罚 华为孟晚舟陷入刑事诉讼 也牵涉引渡 因此让人以为是美加联手 我认为此案最佳处理方式就是 司法问题 司法解决 政治议题 政治解决 恒和表示 中国把孟晚舟案 与美中贸易谈判切割开 是一定的 最高级别定下的协议 要否定不容易 机会也很难得 如此不容易得到的成果 不能受其他制节问题的干扰 美中贸易问题如果不解决 是中共无法承受的后果 毕竟其统治最终靠经济发展 作为合法性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 贸易问题将使得形势雪上加霜 而可能造成统治危机 相比之下 孟晚舟只是一个个体 其影响再大 也不会立刻影响中共统治 中共一定会把贸易谈判区别开 恒和认为 中国所谓的民意 来自精英阶层和权贵阶层 他们处于两难境地 一方面希望 中共出面撑邀孟晚舟 因为他们联想到 自己也可能陷入窘境 另一方面 他们自己的利益 与西方国家紧密相连 因此不希望与西方翻脸 但又想出事后 得到祖国保护 但是 这是一对故此失彼的矛盾 最后 本次孟晚舟事件 给中共的压力 除了来自利益集团之外 还来自孟晚舟的身份 她是任正非的女儿 华为的总裁务长 还是接班人 她对华为的监控系统 应该了如指掌 如果她被引渡到美国 海外与中共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恐将暴露 这将给中共情报系统 带来重大打击 陈破空说 中国把孟晚舟事件政治化 此事应该层次很多 包括中美对抗 中共内斗 华为强势运作 还有中国网络的狂热民族情绪 民族情绪应该来源于宣传不对称 中心被罚 没有掀起炒作 华为问题上 中共宣传不说故事全貌 不说华为出手的事 不该出手的美国技术 而且不说 孟晚舟通过美国银行 操作洗钱 中国民众因此误会 美国是长臂管辖和霸权主义 此外 华为任正非动用网军 水军和五毛党 其势透支领利 甚至超过中共 据说反西方声浪 已经淹没到加拿大方的地产网站 华为以其国安公安和军方背景 任正非势力不可低估 特朗普称 要干预孟晚舟案 这个声明很糟糕 很不理智 造成政治干预司法的印象 也对加拿大造成难堪 加拿大已经发表声明强调 自己是法治国家 当然 此案的控告主体 是美国司法部 美国作为主体 有一定权利进行干预 但是这样一来 本来就被误导的中国民众 更相信这是美国 对中国的政治行动 给美国以后的类似行动 造成困境和组织 事实上 日本已经在华为手机中 发现多余设备 也向用户发出了 回避华为的警告 他们发现华为设备 如果攻击网络 可以造成大规模停电 导致国家基础设施的瘫痪 众所周知 华为还涉及对西方国家的 间谍盗版和渗透 与贿赂活动 中共抓捕加拿大公民 肯定是报复 这个现象反映的是 更深层的中共内斗 两名被捕者 都不是普通加拿大人 背后都涉及中共内部 第一位与中国政府内外人士之间 关系千丝万缕 更牵涉胡舒立 等几位王岐山的人马 他被抓 让习王难堪 华为利用自己对军方 国安和公安的操纵 给中共内部和习王 都下了套 让习近平左右为难 而另一位加拿大人 是金正恩的好友和做上课 通过自己的白头山文化协会 把西方文化项目 引进朝鲜 任正非这一招 可以说是一时三鸟 暴露中共内部的错综复杂 与此同时 任正非的狼性精神论 也在线网络 让习近平的中美谈判姿态 显得阳性十足 西方观察家分析 孟晚舟事件中 中共经济 商务 外交部门 表现平和 而军方 国安 公安部门 态度强硬 其中玄机不可小觑 本次美国与加拿大 和华为孟晚舟事件 对中共和中国的冲击力 究竟多大 需要拭目以待 以上嘉宾谈话 仅代表个人立场 以上是明镜 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制造2025计划推迟10年 可能只是缓冰之际 案例推行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15日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美双方在外交及经济上 正在进行角力之际 有外媒报道指 北京正考虑将中国制造2025部分发展 推迟10年 有学者认为 中国希望缓和贸易战 或会顺应美国要求 推迟中国制造2025计划 但另有学者则表示 虽然中国在表面上 暂缓中国制造2025计划 但实际上会按地理继续 发展高科技项目 多家外媒报道 中国当局正考虑 将中国制造2025中某些项目 推迟10年至2035年 但具体的修订方案 仍待决定意味之讯息 是否已经传达给特朗普政府 中国制造2025计划 旨在取得机器人可再生能源 等高科技领域的主导优势 这一直都是特朗普 对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之一 对于有传中国 或会将中国制造2025推迟 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蒋豪14日对本台表示 其实爆发贸易战以来 中国的经济一开始转叉 所以中国并不想与美国对抗下去 在没有办法之下 或会迎合美国要求 推迟2025计划 蒋豪说 从双方的谈判来看 应该说是 可能满足更多美国的一些条件 美国的要求还多一些 我感觉因为这个中国制造2025 它还有一定的国家主义的含义 还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成分在 中国现在不提中国制造2025计划 肯定是中美之间想妥协吧 像这种谈判 我认为是有关系的 外媒报道又指 中国为化解贸易争端 还计划放宽外国公司进入国内 而中国也计划 扩大市场开放力度 批准美国企业等海外公司 有更大范围在中国做生意 但有消息指 美方对中方的行动 有所怀疑 尤其是怀疑 中国是否真的对其经济政策 进行永久性调整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一指 中国最近一直在淡化 中国制造2025 但这并不意味着 中国会完全放弃该计划 认为中国人会想办法 不断提升科技发展 强调美国是希望中国 进行彻底的结构改变 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学者 曾志超表示 即使中国说要将2025计划推迟 但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的缓兵之计 表面上让美国看到 中国有诚意解决贸易战问题 希望美国停止再打击中国 但实际上 中国会偷偷地继续发展2025的项目 来维持国家的竞争力 曾志超说 现在的做法就是 中国到底是怎么做 不管是他2025计划延后10年 或者是要把计划修改内容 基本上我觉得并不是真的会这样做 也就是说 中国在文字口头上对川普示弱 但实际上 他暗地里还是会继续发展 他不可能放弃的 绝对不可能的 他放弃之后 他低端也没了 高端也没了 要怎么再发展下去 另外 在中美贸易战紧张情况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 13日召开会议 将明年的经济工作方向定调 会议提出六个稳 即五个坚持 包括稳就业 稳金融 稳外贸 即稳投资等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 即坚持深化 市场化改革等 但是在会议中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 仅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又强调要看待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 增强忧患意识 努力实现最大整体效果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胜勇14日表示 从中国内部来说 支撑明年经济运行的有利因素比较多 相信全年实现经济增长6.5%左右的目标 没有悬念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近日一发表报告 预计2019年中国GDP增长6.5%左右 较2018年小幅放缓 投资银行摩根大通 近日将中国明年GDP增长预测 调升至6.2% 但预期中国经济明年进一步放缓 下半年才会温和复苏 强调中美贸易局势为关键变数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 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点击明镜之声APP 左上角的目录标志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